前天早上10点多钟 北京市南苑路路口发生了一起伤人的交通事故 120急救中心接到求助电话之后 就立马派出车赶往现场 结果没想到 尽管救护车一路上是警笛鸣个不停 可是前面不断还有车辆加三挤进来 急得司机没办法 就只能向交警求助 最后是在交警同志的帮助下 这才拦住了两边的车辆 通过快速公交车道 让救护车赶到现场 原本7分钟的路足足开了40多分钟 好在是几位伤者并无大碍 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其实曾经有媒体做过一个随机的调查 绝大多数司机在路上遇到什么119 120这些车辆都会主动让行 但是有极小部分的一部分人对警车 119的救火车 救护车这种报警声是冲耳不闻 拒不让路 然而就是因为这么一小部分人往往会耽误大事情 法律层面上的事咱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不用多说 四个字换位思考